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最新政治投資 這個賭注太大了 哈馬斯一把手聲明感謝中俄保護 伊朗外長迪美蓬佩奧震怒 習近平有網絡特別小組 海外還有個特務分隊 王毅訪美前夕 中院共和黨外交領袖呼籲拜登政府誤輕信中共虛假承諾 芬蘭警方調查中國船 意外還是蓄意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0月26號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最新政治投資 這個賭注太大了 阿波羅網記者孫瑞厚報導 美國民主黨籍的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正在對紅色中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 他受到了中共當局的月籍的超規格接待 最後是習近平親自會見 紐森還會見了中共國家副主席韓正 並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韓正還稱紐森是老朋友 紐森本次將訪問香港 深圳 廣州 上海 江蘇和北京等城市 美國保守黨媒體HumanEvents資深編輯Jack Posso在X平台上說 習近平批准下一位民主黨候選人 此刻還有人懷疑嗎 他們甚至都沒有隱藏 獨立評論人士蔡勝坤也在X平台說 別看民主黨政客常常高談闊論 面對真正厲害的大哥不僅會自我矮化 還會竭盡所能 投其所好 中共對美國兩黨政治非常了解 也知道如何利用兩黨政治來拉抬自己打擊另一方 很顯然紐森就是一個值得拉攏的對象 這個實實物的民主黨政客既然不碰觸任何敏感事物 理所當然就會受到兄弟般的特殊接待 不僅僅國家副主席韓正單獨會晤 中共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也要親切會見 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也出面會見一個去年曾遭到加州數百萬人連署彈劾的地方政要 紐森首站去的是遭到國安法嚴厲管控的香港 他隻字不提過去幾年香港消失的自由和法治 還高調表示 不論明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如何 加州都將在氣候議題上不限於此與中共進行廣泛的合作 紐森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 公開表明了此行的主要目的 也是刻意向北京獻媚 評論員昆倫表示 民主黨政客到了中國都是高規格破格會見 話重點 這個紐森鐵定是2028年或者2032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當前美國的政治氣候 加上紐森的帥氣外表和超高人氣 黨國自然是看多紐森的政治前途 不然何必要破這個格 哈馬斯一把手聲明感謝中俄保護 伊朗外長迪美蓬佩奧震怒 據伊朗官方通訊社報導 伊朗外交部長已抵達紐約 就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進行國際磋商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天26日表示 當兇殘的伊朗外長想在2020年來紐約時 我拒絕他的監證 當這個人現任伊朗外長要求來時 我們國務院對他表示歡迎 他手上沾滿了鮮血 當他在我們國家過著奢侈的生活時 他的政權卻在可怕的條件下 將無辜的美國人扣為人質 本屆政府必須停止綏靖伊斯蘭共和國 哈馬斯一把手哈尼亞新聞聲稱 本人 哈馬斯政治局局長讚揚俄羅斯和中國 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立場 以及他們對美國偏向佔領的決議的阻撓 對安理會內外呼籲停止對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的所有國家表示讚賞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迫使佔領者尊重人權規則 並對加沙地帶人民和整個巴勒斯坦人民適用國際法和國際人道主義法 為何哈馬斯一直要燃料 一位伊斯蘭女士提供的答案在此 進入隧道的空氣 通過使用燃油發動機的通風系統 這是他們在地下唯一的氧氣來源 沒有燃料就意味著沒有空氣 如果沒有空氣 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從隧道裡出來呼吸 走出隧道意味著什麼呢 習近平有網絡特別小組 海外還有個特務分隊 中共現在對於習近平禁忌的注重超出人們想像 根據之前一個牆內網站泄露的數據庫 和習近平本人直接相關的敏感詞 起碼有2000個 大紀元發表時評人岳山的評論文章說 去年8月 中共央視向公眾為大熊貓翠翠纏下的幼崽爭鳴 網友在評論區跟帖 齊翠 官媒緊急刪除評論 甚至關庭評論區 這是因為由翠字的結構可拆分為簡體字 習家習家族 針對習近平禁忌問題的清理整肅行動 未必是習近平親自下令 而是中辦主任蔡奇 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青 公安部長王小紅 國安部長陳一新之流 在揣摩上一支後所為 岳山曾聽說 當局在國內有個網絡特別小組 專門負責維護習近平形象 在海外有個特務分隊 專盯反習辱習者 他們有時甚至會主動出擊 以釣魚手法收集證據 據說在他們的標準中 反習行為甚至比反共問題還嚴重 這可能與中共內鬥有關 一些反習派系也通常透過海外網絡運作 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 按說權力空前鞏固 但是政治危機暗湧不少 這些內鬥事件的發生 反過來會讓習近平對下屬更加猜忌 有權威消息來源近日對大紀元透露 習身邊有高人指點 他特別害怕被行刺 做了很多措施防範 最近對火箭軍的整肅和預言有關 岳山認為 習近平身邊肯定有熟安易學的人士 他們對民間各種關於中共氣數和習的安危的預言都有所研究 定期給習進言 試圖盡量避惑 這當中的牽頭者可能是搞所謂中華文化與邪惡馬克思主義結合的中宣部長李舒磊 王毅訪美前夕 眾議院共和黨外交領袖呼籲拜登政府誤清信中共虛假承諾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即將在本週訪問華盛頓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麥考爾 和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金應玉 10月25日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譴責中共外長王毅即將對華盛頓展開的訪問 美國之音報導 從對台灣和菲律賓多多逼人的軍事行為 到任意拘留像馬克·斯維丹這樣的美國公民並關押政治犯 再到強迫各國進行債務陷阱基礎設施項目 中共已經明確表示 它是一個不可靠的合作夥伴 麥考爾和金英玉呼籲拜登政府 在與王毅會面時 拜登政府不可轻信虛假承諾 而應該要求具體作為 包括釋放被關押在中國為人質的美國公民 停止出售違禁藥品和停止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約翰·柯寧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希望拜登政府在和中國官員交涉時能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 芬蘭警方調查中國船 意外還是蓄意? 芬蘭警方10月24日表示 本月8日早些時候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受損 是由一艘懸掛香港旗幟的妞妞Polar Bear號 也就是新興北極熊號中國集裝箱船造成的 這艘船在管道和電纜受損時 曾在其上方行駛 調查人員看到海底有一條1.5至4米寬的拖痕延伸到管道的受損點 一個重達六針洞的大矛就丟在受損點附近 矛仲有痕跡表明 他曾與管道有過接觸 芬蘭警方已經確定新興北極熊號少了左矛 曾試圖聯繫該船但沒有成功 下一步調查重點是 這是意外事故還是蓄意行為 阿波羅夫頻道視頻今日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風采依舊 渡縣薛飛合影現身網絡 綜合報導 中國除夕不放假 習疑心 原來竟然是犯忌諱了 得助中使館痛批中國小粉紅 蠢貨 混蛋 巴勒斯坦人水深火熱 比中國人富裕得多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sweetheart,剛剛香港人贏過 wei- traditions,三太大和 二 suitcase,傳入了 nove lib時 星人廁所有,三太大和 像大小峽 entire 相思的魔法 防茫佛 這樣 MATT